旭林乡公所113年度补助农民购买有机肥料受理登记作业 从3月1号到3月29号在乡公所受理登记作业 3月11号公所同仁也会前往各村的村板公处受理一天的时间 也请农民们申请的时候备妥相关的文件前来登记 旭林乡公所113年度补助农民购买有机肥料受理作业 从3月1号到3月29号开始受理登记作业 同时从3月11号开始公所同仁也会前往各村的村板公处受理一天的时间 而补助计划与农牧用地套入个国家公园区农业用地 以及都市计划范围之内的农业区以及保护区 申请人如非土地所有权人因减负租赁区业或土地使用统一书 本乡113年度补助农民购买有机肥肥料 于3月1号至3月29日开始 于本所农业经济课开始受理登记申请 然后请农民携带身份证 然后一年内的土地登记藤本 还有印章 然后至本所农业经济课申请 另外本所将于3月11号至3月19日 然后至各村受理登记 请农民依规定的时间跟地点 然后办理登记申请 旭游相公所谈言补助农民二分之一 有机肥肥料的作业 已经行之有宁 年年有农民增加从事农务的工作 也提升了农民的经济价值 旭游相公所在农业经济课上午和下午 都有同门受理登记的作业 也请农民们准备好相公文件前来登记 记得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